我刚才写错了一个 Inverse Function Theorem的那个微分法规 这里有一个微分号在这边的 请大家注意一下 那个部分已经插掉了 现在补回来 好 接下来呢 我是要讨论这个 Extreme Value Theorem的应用 当然也是来彰显 我们这些连续函数的 所谓的重要性 我们看看这个Role定理 这个Role定理是在微分学来说是重要的 因为呢 它是这个Mine-Metal Theorem 事实上是利用它来证出来的 那定理是说什么呢 F是Continuous 在B区间上面 然后在开架上面它是可为 而且端点值一样 则我们就有一个 中间会有一个点 它的微分是等于零 图画是非常直观 就是我现在呢 就是我现在呢 有一个A B 那我的函数呢 有可能是这个样子 也有可能是这个样子 无论如何在每一个状况底下呢 我都会有一个 因为它在里边是可为 所以呢 我都会有一些点呢 是它是 切线是水平的 换句话说 这个微分等于零 事实上有时候是不止一个点 有可能很多 那我们只是说 存在一个是保证的 其他的就看状况了 我刚才也说了 这个Role定理呢 是很重要的 因为这个Role定理呢 是可以imply Mimelow Theorem 而Mimelow Theorem 在我们微分学来说呢 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 那个一条定理 我们的 它有 起码有两个重要的推演 第一个是 我们的 Fundamental Theorem of Calculus呢 微基分基本定理呢 是靠着Mimelow Theorem来做的 那这个在后面呢 我们会证 那另外 还有另外一个东西 比如说 我的F' 从这个Mimelow Theorem呢 我F'如果是大于零的话 那 在一个区间上面 我就知道就是 它是 那个F呢 是strictly increasing 我们可以用 利用微分来 知道 那个函数的增长 它是 地增 地降 那 事实上也是 一个Mimelow Theorem的 一个应用 对不对 你要看 比如说 F'Y F'X2 是不是比F'X1大 你就是看 利用Mimelow Theorem 就是说 它是等于一个F'C 而这个Mimelow Theorem 就是说 它是等于某一个 中间点的 那个微分 那如果F'是很大于零的话呢 这个是很大于零 X2比X1大 这个分母是正的 这个分级也是要正的 就表示说 这个F'X2 就是要比F'X1大 是strictly increasing 很多很多很多应用 那我们的Taylor expansion定理 事实上也是Mimelow Theorem的 一个推演 那 然后 还有另外一个事情 就是 也是 也是 重要的 也是用F' 如果F'很等于零 这表示说 F等于constant 那 这个在 差不多也是这样子 F'很等于零 我在区间上面 在一个区间上面 我在区间选一个点 叫做X0 任何点跟它的差异 都可以用这个X0 这个东西来做 我现在这个红笔 X0 那 均纪定理就说这个 可是呢 现在是 微分是很等于零 那是什么 所有的X2点函数值 都要跟这个X0的点 一样 X0是固定的 所以它就是一个constant 就是我这句话 这个很重要 怎么重要 我们的不定积分是怎么来的 不定积分是说 如果我有办法找到 一个函数 F' F'是等于小F的话 则 其他的函数 跟他的 就是 我的不定积分 就一定是等于 F 加一个常数 不定积分是这个样子 意思就是说 我们有哪一些函数 它的微分 一定是等于小F的呢 我先找到 有一个大F 它微分等于小F 那其他的 能够 微分了等于小F的函数 一定跟它 差一个常数 事实上就是这句话 因为 这个用大F来看 或者是 大F加大G来看 如果我有一个函数 它是G G跟F 同样都是微分等于小F 则 它们的微分 它们的差异的微分 不是要很等于0吗 所以它们是常数 所以它们这个小大G 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 这个我们叫做圆函数 这个圆函数的所谓的微异性 这个我们不定积分的 那个 这个 这个 这个做法是合法的 你找到一个例子 其他的 就一定跟它只差一个常数 那就简单了 这个世界就简单很多了 那所以 这些都是Mimio Theorem的一些应用 那 而根 是在Roding里 那我要说Roding里 根 是在Extreme Value Theorem 整个理论的架构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呢 我们要说 我先看这个图 我先看这个图 我要说 你有一个点 它的微分等于0 实际上这个点是什么点 比如说在这个来说 你这个不是主持一些极大值吗 甚至我不要看什么极大值 我看最大值 我看最大值 这个是最大值 最大值的微分就是0 那最大值就是Extreme Value Theorem保证的嘛 不是吗 所以在这个Roding里来说 它的那个整个证明就是这个样子 这句话很重要 因为我们保证了Extreme Value Theorem是可以用的 那我就是存在一个XM跟XM在AB里边 使得呢 就是FxM是Maximum of F 那我就是要在这些所谓的最大点跟最小点里边做文章 那有三个Case 我害怕是什么呢 我害怕是你的最大点呢 事实上就是在边界 比如说这种状况 如果你的最大点是在中间的话呢 我就好办了 怎么说 如果XM不等于A 也不等于B 换句话说 它就是在中间 那它就可为了 这个F就在这个XM这个点是可为 所以我就说 F就是 F是Differentiable at XM 那我看一看 F'XM 是什么 By Definition就是等于 Limit F的 XM 加H F'XM 扣掉XM 除以H H去上0 不是这样子吗 那你在这个点是我的XM 如果你在中间 你就是这个样子 那你这个微分 我要说它是等于0 这个事实上不难看得见 因为 你从一边它是 它是比它小的 从另一边它是比它大的 怎么说 我们可以用右极线来看 就是你的 如果你从右边来看 这个是最大点 所以这些东西都是比它小的 换句话说就是 你这个Limit 你这个 这个X 本来就小于0 小于等于0 所以Take Limit以后 也是要小于等于0 你不能大于0 是这样子 那另外一边 从左边看 你有Limit 你当然有右极线 也有左极线 那所以我可以分开面 如果你从左边看 负的 这个是最大值 左边看的话 这个X是小于0 而分子也是小于0 换句话说 整个分数是大于0 Take Limit 大于等于0 所以 从左极线和右极线来看 它既要小于等于0 又要大于等于0 因此 它就是要等于0 这个应该不难去 去讲清楚的 好 那 我刚才就说了 事实上 所以如果XM在中间的话 你就是微分等于0 一定是对的 它就是我的小西 我害怕是什么 害怕是 不是 它不是在中间 它是在端点 比如说是这样子的状况 比如说在这个状况底下 也还好 我就不看X大M 我看X小M 我总是有 这个小M这个点 也是有 在中间 那用类似的分析 我当然是可以出来 就是等于 X小M 不等于A B 那换句话说 它是在 在中间 那它就是可为了 那我就 similar 我就说 我这里不说 similarly 它就是我的小C 有没有可能 X大M跟X小M 都是端点 不可能 我说 也不是不可能 有没有可能 X大M又等于AB A或B X小M也是等于A或B 那这样子你就没有中间了 但是这个情况还好 是什么意思 我的 它既然是等于 比如说你X大M等于A X小M等于B 可是 FA跟FB是一样的 这个是我的条件 它是 端点是水平的 那 是不是表示就是 如果是这种状况底下 我的X大M跟X小M的函数值 都一样 都一样是什么意思 你这个是maximum point maximum value 这个是minimum value 它们居然会一样 表示什么 它是个常数函数 它每一点都是零 在这个区间里边 它每一点都是零 所以三个case就解决掉了 无论是怎么状况 我都是 结论是in any case 我都存在一个 ab的点 使得f'c 要等于零 这里核心就是说 我一定有一个最大点 跟有一个最小点 然后呢 我只在那边做文章 那你就看到就是 这个extreme value theorem的 那个重要性 所以我们在这一章里边 就是讨论了那个连续函数 跟它的一些基本的性质 最开始的时候就是limit 我们是可以用limit来看 limit fx等于fx0 但是呢 如果你不是区间的话 就麻烦了 所以我们呢 有一个epsilon delta的定义 然后也有sequence的一个进入 去考量 就是limit 你发觉用sequence有好处 因为sequence我们已经前面 做了一些苦工了 那所以在理论上面呢 是蛮方便的 然后接下来就三个大定理 对不对 在连续函数来说 就三个大定理 极值定理 中间值定理 跟均匀连续的定理 那极值定理跟中间值定理呢 我们大概这个应用呢 是看得很清楚的 均匀连续还没看 下一张我们要来看 那它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性质 那所以这个就是连续函数的核心 它是我们微积分 如果你要仔细看看 微积分的理论来说 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 那在这个基础底下 我们后面的讲这些微分积分 才讲得过去 是这样子 好 那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呢 我就要下去的咯 重要定理的证明 事实上也是可以记一下的 比如说 我现在马上想到 就是说 cocic sequence 必然受恋 事实上那个证明不难的 你碰到那些什么区间套定理 可能会比较烦一点 那其他有一些是还不难的 比如说 monotone convergence定理的证明 很简单啊 就是你了解supremum就完了 或者是infremum 那 对如果你要拿高分 你就是要记一下 这些 这些定理 OK 那 这些定理的证明 你有记一下的话 事实上就是说 如果你有搞通的话 它就是你的基础 去应付 一些 其他出来的问题 就是 就是这个 这个原理是这个样子 为什么我们要 这样这个理论 要讲一方面是 让大家 很有系统的去通透它 另一方面就是 希望就是 你抓住这些基本的技巧 到有一些 习题 有一些问题走出来的时候 你可以利用它 活用它 去 去解决问题 那 是这样